大家好,我是燕燕 上次拍多肉的时候 然后拍到我们家的房子了 然后好多朋友留言说 想要看一下我们房子里面的一个负行是怎样的 今天呢,正好我就回来了 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房子的一个外观 还有里面的一个就是格局 一个一个负行是怎样的 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从这里进去 这里是我种的三角梅 然后这就是我们房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状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外观 然后我们二楼的话是可以上去的 只是相对于说比较矮 只能放一些杂物 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进去 然后就是旁边的这间房间 这是一个七台寺 然后过来的话这就是一个大门里面有点乱不要介意 然后一进来的话左边是一个客厅 小鱼放到玩具 然后正对面的话是一个饭厅 左边呢是一个房间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卧室的 然后这边右边的话这里是一个卧室的就是一进门的这边是一个卧室 在后面的话是一个厨房 然后厨房这里进来的话这里里面有一个卫生间 然后客厅的旁边我们这里是一个设计了一个推拉门 因为农村嘛 它会有那个耗筒从二楼上来 然后我们打开推拉门 推拉门的左边呢是一个上楼的楼梯 然后右边呢这里楼梯间放的杂物 然后这后面有一个门打开 如果后面没有小房间的人的话就可以 就是后面就是通往就像传说中的后门 然后我们这边推开的话是一个厨房 月龙坤嘛 有时候难免就会想要用柴火煮饭 所以说我们这后面是一个厨房 我们现在上二楼去 我们打开这边的推拉门上楼 带大家去看一下 上楼上楼 我们的地砖是贴到这个地方的 因为推拉门看得到 然后上面的话就没有贴地砖 因为上面是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上楼梯转角 然后左边的猫我们放的是凉仓 这个我们家的腊肉 然后这边楼梯的右边 楼梯的右边的话是放的一些杂物 是这样子的 这个屋顶 然后我们继续前行 前行的话 这前面 这前面这间房间的话就要大一点 就放桌子这边 就是人多的时候可以在上面打打扑克呀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边 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当时其实这后面的话 本来是想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灯 有灯 那这边的话本来是想 那后面的那个地方 想把墙器高一点的 这样的话后面这个房间 利用的架子就会高一点 这是我们放的油桶 还有烧烤架 随时都会有朋友想到我们家来玩 然后就烤烤烧烤呀什么的 然后我们进去的话就是这个帘子 不要吓一跳 这帘子后面 这帘子后面的话是放的柴 就农村嘛 烤火呀什么的 都需要的这些材 还有当时拆旧房子的一些材放在楼上的 因为我们楼下那个小房间很少 所以说就直接搬在楼上了 就是从里面出门的话 右边是一个起孩子 然后左边呢是一个那种阳台 然后出去外面的话就是修的花台院子里面 这就是我们家一个大概的情况 好了这就是我们房子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我们这个房子的话造价差不多是25万左右 因为当时还买了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家具 差不多加起来是25万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楼是用的那个玉字板 不是现胶的 如果用现胶的话可能造价会更高一点 还有因为现在物价也上整了嘛 应该差不多也会贵一点点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在单独私信我 我再告诉你们为你们答疑解惑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